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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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出家人 很多時候有些相中奇難雜症 不是說他身體 通常是心理 他很喜歡找我們聊天 當然有些人的想法是有些有趣的 他好像想跟你聊完之後 你畫到符 然後他就會搞掉 又或者摸摸他的頭 這樣就解決了 當然是有些錯誤觀念 但其實我自己也做很多 我沒有一個臨場心理學家的那種訓練 我其實是用回佛法 用在生活之中的那套方法去講 而我自己的經驗 我發覺在聽他們說話的時候 他們說那些問題 其實原來他在說的時候 他也說了解決方法 不過他自己不知道 很多時候就是你聽他講講講的時候 你找回他剛才有幾句 其實是說 剛才你說過的話 其實是這樣的 但是我不是很肯定 我說你試過你就知道 因為我說這個方法其實是你想出來的 是你說的時候你已經帶了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佛法是 一來就一定是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如果你學佛 只是在大殿裡面 在成堂裡面用到 日常生活用不到 你是學錯了的 我覺得你一定是用得到的 而在輔導方面 我更加覺得是很有效的 為什麼我會對你這個課程的興趣這麼大呢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想考這個課程 就叫我寫推薦 我說沒有用的 我說他們選人 其實他們真的不想浪費那個時間 因為你們每一期不是收到很多學生 而且那個是很重的 就是要有很多個小時的實習時間 我說其實你自己有誠意 你自己有這樣的能力 那你就會進入 我寫推薦其實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最重要是看你自己 那如果你進不到 不是你不行 不過他那個額是這麼多 而那幫人是比你的好 那你就繼續吧 即是你有誠意的話 你真的很想學過 下一屆你就又報 然後就看看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再充實一下自己 那其實你們的修生標準是怎樣 哈哈哈哈哈哈 你寫的推薦也有用的 不是沒有用的 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用的 但是那個有用是什麼時候有用呢 譬如說我有兩個人都要收 哦 差不多的 這個是常浪法師推薦就好 好吧好吧 推薦人 推薦人 推薦人都是有些 有些支建 有些因勢的 有些對 那當然有些幫助 但是這個兩個人都差不多 那如果那個人真的 其他條件 或者什麼是 真是優秀過你那個推薦的人 那是很難的 是不是 即是去到某一個位 你都是差不多了 那你再找其他資源的時候 就看一個推薦是誰 不會只是因為看推薦人 而收他 那這樣 那這樣是不公道 也都不是很科學化 沒錯 那現在是四屆 我認為第四屆是第五屆 那這個 其實我們有 每一年都收成四十多人 那麼 都 但是 你如果是 有分別上有合理條件 或者你有些認真 那我們都 都應該入到的 再難入就是下面那個 那個就是 那個叫做 那個 那叫做 Professional Diploma and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Buddhist Counseling 那個是佛法專業 輔導課程 哦 我猜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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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難入了 那這個 那這個 你為什麼要畢業了佛法 輔導 碩士課程 你畢業了這塊 之後 即是讀完碩士之後 是 你再要申請這塊 那這塊 那這塊 就難了 因為這塊 因為我們 我們不夠那麼多人去帶 是 還有我們 我們實在其實就是 有心令到它難的 我不是想令到它難 我不是想令到它難 我是想令到它那個品質很好 就是我們令到它的品質很好 就是我們令到它的品質很好 因為我們這塊東西新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一個新品牌的東西 你走天要做什麼 你做廣告 當然 首先就是要令到那個 口碑好 沒錯 口碑好 我建立的口碑好 就是你出來的東西 真是正 我們沒有那麼多資源去照顧那麼多來讀的人 因為你帶一個這些同學 因為他們要做八百小時的輔導 有 有帶領的實習 那你要帶著一個人八百小時 你要帶幾個 你就會死定了 那我沒有那麼多人去帶那些學生 嗯 所以我們只有很多老師 可以有資格去帶這些 奮法輔導 有多少人 對 有資格去帶奮法輔導 那我不是只有九幾個人 那我們是每個人 不可以帶很多個 一個人都帶兩三個 我今年都是帶三個學生 三八、二十四、二千、二千四個小時 你知道嗎 是啊 那你就要看一看他 照顧一下他 陪伴一下他 回來說 你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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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客人怎樣 你都要很多事情搞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專業課程就是 難了 還有我們很希望那些同學 第一 很有誠意 很有水準 還有那個品性品格要好 嗯 我就是講這個科學 因為我記得是沒有四十幾個人 那麼多 是啊 就是不知道十幾二十個 十幾個 第一年收了八個 那八個大人已經畢業了 那麼他們現在已經開始 他們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真是 真是叫做 好彩啦 我們這個佛法輔導 現在是 註冊 register register register在哪裡呢 就是在佛聯會下面 有個registeration board 有一個註冊的佛法輔導員 那麼你如果真的讀完那個碩士 再讀完這個專業課程呢 那你就可以去佛聯會去 去註冊成為一個註冊的佛法輔導員 嗯 那麼我們想令整件事 是很規規矩矩矩 是認真真 是 就是有人 有人跟著的 嗯 就是你 還有你做得對不對 有人去投訴 有地方投訴的 是 所以就要有一個註冊處 嗯 我們就放在佛聯會下面 現在這八個同學已經可以在那裏畢業之後 註冊成為這個 我認為是Listed 即是登記佛法輔導員 那他們就可以出來自己見個案 嗯 嗯 是 那現在即是完結了第一屆 完結了第一屆 完結了第二屆 哦 應該就是 那一個人叫我寫一個評判 他就是想讀這個 哦 那他講完之後 結果當然他就不行了 哈哈 真不好意思 因為他說很多人去投訴的 其實又不是說很多的 因為碩士課程 就 就大概就是 兩個選一個 哦 但是這個呢 都不是 都是 大概 兩三個選一個 嗯 但是你兩三個 那兩三個 其實就 因為已經收窄了 其實個個都有回到 已經在碩士課程 畢業出來 是的 再想去深造那些人 才會讀這個 專業課程 是 那你已經篩了一層 嗯 那篩了一層 來到這裏其實就不是說真的很多人 不過大家都有回到差不多的水準 嗯 那你明白我們的困難 我們不是想令人知道 但是我們 真的想很令到那些 水準又回到差不多的 我們很希望佛法輔導這個專業 是得到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信任 即是 喂 兒子很不行 這陣子 看他很不行 你找一個人來談一下 那你找這些人 這些人都可以的 他們真的專業 就是幫他做輔導 做指導 關心別人 我們想照顧那些是什麽人 我們不是照顧那些 沒有事的人 不關我們事 健健康那些 你很不行的那些 你知覺完全失調 你都不知道什麽 就是混亂的那些 我們當然不行 那些是精神科醫生 你可能去青山那些 那些我們也都不是我們搞的 我們沒有那個專業 那些可能要吃藥 那些精神科腦裏的那些 那些就要吃藥 但你中間還有很多人 是的 即是沒有事和很嚴重 中間有 那個最多人 哈哈哈哈 即是彎彎彎的 還沒有彎彎 我又很抑鬱 很不開心 或者總不知好不行 或者這陣子很不行 我這陣子失戀 或者這陣子 誰逛生 或者我的貓死了 總不知你什麽都好 你那陣子的心情 或者你的抑鬱是什麽都好 那你都想找一些 有專業水準的人 他有一套東西 而他那套東西是穩定的 而他有一定的監管性 而他這套東西是真的 通過實證去嚴正 而是真真正正幫到人的 那去找回所謂專業人士幫助你 那這個其中我們希望 佛法輔導員 是其中一個選擇 嗯 其實呢 在這幾年間 其實我跟別人說 其實不止香港人 現在全世界都很大問題 即是精神健康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科技的進步 科技的進步是令到我們 很容易吸收很多不良的東西 那就影響你的心息 於是你就會靈性不行 第二就是科技的進步 令到各種東西都是即時的 各種東西都很快 大家都沒有了耐性 沒有了耐性的時候 又更加多問題出現 再加上就是現在全世界都很混亂 即是連地球都生病了 所以大家對前途好像沒有什麼希望 即是它又不是好像我們那種 即是說都找到一口吃 都叫做少少貨 但其實這又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它又不是那種 它完全好像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再吸收多些不良資訊 是24小時吸收 所以變成這個需求其實大到不得了 是的 現在來說 如果有這樣的需求的時候 它如何去找到這一群人 哦 這樣就很容易 那你上我們的Facebook 我們其實就是 因為這批畢業了的同學 他已經不是香港大學 或者是Space下面的同學 他們畢業之後 你也知道我們上過國姓中心 是 國姓中心現在就 在那裡 就吸納了第一屆的同學 那你上回國姓中心的網站 你就見到我們有這個佛法輔導的服務 是 那你按進去 你有一條連結 你去填表 就說我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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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填了一堆東西之後 它就會有人找你 是的 其實現在 當然 講了很多年 佛教如何可以持續性地下去 都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這麼多年 就是太守舊 或者是青黃不哲 比如說信眾老化 其實有很多問題 但是其實 我也看到在佛教界 就是不斷有配合過時代的情況 一路改變 其實現在的情況又不是真的那麼差 就是在佛法國的傳播 尤其是當香港大學成立了佛教 法學碩士課程之後 然後中大又開 好像是珠海 就是有幾個大學都開 然後 我覺得90年代 是一個佛法的 在香港的一個傳機 因為90年代又有幾個明星 是否有一個明星呢 應該比你 不是 就是胡言邦 郭富城 是的 他們是學佛教 他會公開說 是的 很難得 他公開說 我現在是一個佛教徒 我現在是學佛教徒 差很遠 差很遠 是很 那些明星 也很重要就是有錢人 是 李嘉誠先生 有些 就是有錢人士 成功人士 都肯表明身份 說我學佛 是 因為我學 我初初出家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就是佛教的形象 是的 我也記得 我初初出家的時候 我當時很喜歡去 在尖沙咀這個哈日酒店 海悅酒店後面 有間神聰書局 你知道嗎? 是 我有空便去那裏 現在撿了路 撿了 那時很旺 幾十年了 很多年了 那我就在那裏撿 我一天撿了 拿著兩大袋書 拿著兩大袋書 走過哈日的門口 打算去乘車 什麼 走到這麼近 忽然間有一個人 在我前面 猜 那裏有馬會頭主站嗎? 沒有 我不知道 我初初都不知道什麼 原來猜我 沒辦法 幸好我又少遇過這些 因為我會避開一些頭主站 沒有 那裏沒有 可能那裏去大檔 那裏 我不知道 在重慶大廈 不知道 總不知就看到他 但是後來慢慢 現在就少了 那天我去了澳門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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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那個沉浸式展覽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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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無謂的 我也不怕死 但我也是很驚訝的 因為第一 現在威寧斯人的賭場 我剛去 剛上個星期去 就覺得已經那種賭味不強 以前你入賭場 那些人好像被鬼迷 整個人溫溫彈彈 但他不是看見好像小孩子在玩 因為你沒有進去賭場 我沒有 當然不想死 我只是走過去 看到人在玩 在大購物中心 很多人在拍照 整件事是一個旅遊景點 既然在旅遊景點行沒事的 由棺好像問 只是去他的沉浸式館,去看他的展覽 所以我走過去都覺得 我觉得世界变了 还有很多是国内人 国内人没有这个 和尚是香港老一套的人 才有这个概念 总之他有老一套的人才有这个概念 现在年轻的香港人已经没有了 大陆人更加没有 所以出家人的负面形象 其实是因为时代的改变 而应该是很不同的 和以前 我也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人是完全不知道佛教是什么事 变成有人仍然是和民间信仰那些 湯雞还神那些混淆都有 也有些人真的开始对佛法有兴趣 因为现在是普及了 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书 尤其是正念的 去宗教化那一套 很盛行 变成美国一个很大的生意 对 对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些人对这件事有兴趣 而他又想觉得 我想深入一点 其实 你有没有一些提议 其实怎样开始会好一点呢 不会没有那么容易行错路呢 我其实都是 因为在我的年代 就是这样开始学佛 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 都是开始 这样开始学佛都是好的 你找些鸡精书看看 就是大家 我们学佛的时候 都是什么 佛陀的启示 什么正信的佛教 你看了这些 我觉得如果你开始学佛 都是看这些 入门书先 计证书 当然你问我 我当然推荐了我本 《正觉的道路》 你有一个佛教的鸟陷图 知道佛教是什么 然后 因为你去网上看 这个外界人说些什么 那个又不知道说些什么 那个又不知道密宗又说些什么 南传说些什么 汉传说些什么 你 老是这样教 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好些的鸟陷图 所以我也觉得 大家要去找一个鸟陷图 佛教的鸟陷图 当然你问我 我想短一点的 就是看我本《正觉的道路》 你想长一点的 就是看印尋法师那本 《乘法之道》 也是一个好的鸟陷图 你有了鸟陷图之后 你就会容易去 至少你有一个鸟陷图 这里有一块 你就可以粘下去 那里有一块 你知道慢慢慢慢 但你那个画面是你不会乱 我觉得是重要的 当然你有了一个鸟陷图之后 你学佛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要有一个善知识 有一个人 引导一下你 鼓励一下你 点出你的错处 都是要找一些善知识 去找回师傅 听听别人说 都是重要的 还有 听多些 但你要有一个鸟陷图之下 才去听 你懂得去筛选 因为太多闹事 太多 此时而非的事 你都要去辨别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是的 我自己就会给多个 劝语 就是说 不要只看 哦 是的 因为你完全就是 慢慢看的时候 你其实吸收了 那种是一种知识 那种知识 那种知识 只是一个概念 而且是别人的概念 那你一定要自己 可以消化到 那怎么可以消化呢 其实就是提升你的 那种知识 就是你那个觉知 那你去看一些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你那个分辨能力会强一些 那个觉知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那个我都很 就是 你觉知到什么 是很 很重要的 是的 你觉知错了 你就糟了 是的 那你还相信 是的 所以你都要有正见的引导 因为正见的引导 所以说 都是学佛得是文师修 文师修 是的 那你文师的过程 就是首先 学了你八正道的第一 就是正见 是 那你正见错 你就整个 就是八邪道 是 你正见对 就是八正道 所以你首先 搞对 我应该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你怎么搞对 这件事情 怎么看呢 是由你去 听别人说 去读佛陀的解说 然后这个正见之后 你就用这个角度去觉察 是的 那你没有了这个引导 譬如说 我经常用过芝士蛋糕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芝士蛋糕 我经常说 你很留意 觉察的芝士蛋糕 你多数想到它很好吃 但是你如果觉得芝士蛋糕很好吃 你就会经常吃 但是如果你觉察的芝士蛋糕 其实它不只好吃 而且它是很肥的 它是很有糖分 有面粉 有忌廉 如果你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芝士蛋糕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原来吃这东西是糟糕的 你就不会着想 那如果我觉察到芝士蛋糕 我吃而知其味 搭上它 很高兴 哇 真 那我不知道它背后的字性 本性就是肥 我见芝士蛋糕 好味的相 而不知道它的肥性 那我就糟糕了 所以我要看它的相的时候 我要知道它的性 那你的性是你要从相里面去误出性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怎样 你误到性其实是很靠你的见 你应该见到什么 我用什么角度去看 如果我的角度看错了 你就会撞板 是的 我记得我初初学习的时候 其实正信的佛教和学习群义 都是我施工 是 是 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就是说它起码 它是一个很短的 就是一个问题 它就有一点点答案 那里其实是 有相当大的帮助 而你那本《正确的道路》 我觉得是很适合的 现在的人 因为它很生活化 是的 又不是说很大本 就是有些电话簿那么厚 你很难受 是的 我也推荐大家看 你有了一个政见之后 就像你这样说 我怎样去将政见 用这个政见去看我现实生活的东西 而不跟我以前那些习惯 或者角度去看呢 那你就要由这个政见去 在你那个领会 你要觉察的时候 我在什么层面去看这个东西 就是我经常看过相 那我就着想 如果我真的看这个相 那时候 原来我刚才看那一部 或者佛陀说的 要我看那样东西的无常 或者更深层次 不要看它的表相 那我就不是单单 看那个触感 现象 我要看触感现象 其实人生背后的是什么一套 或者它更深的含义 或者更深的因果 我更深层次的因果 原来吃脂肆蛋糕 会不会很肥 我想减肥 我还是不要吃它 但如果我再深层次的发觉 原来脂肆蛋糕 就是不是脂肆蛋糕 脂肆蛋糕 根本上是糖 忌廉 我看到脂肆蛋糕 即非脂肆蛋糕 那时候都是在看脂肆蛋糕 不过你看那时候 那个角度 我就要看到脂肆蛋糕 即非非脂肆蛋糕 那你其实也看脂肆蛋糕 但你怎样在脂肆蛋糕里面 看到即非脂肆蛋糕 其实是你的误性 因为你看看脂肆蛋糕 你看脂肆蛋糕 为什么是好吃不好吃 肥不肥 或者即非脂肆蛋糕 其实不跟脂肆蛋糕相关 最重要的是 即非脂肆蛋糕 是你有那个体验出来的 而不是你听个人这样说 所以你又说出来 但其实你也是想吃它 即是说你那个即非脂肆蛋糕 只是一个理论 其实帮不了自己 但那个真是你 即是在我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里面 我也不是很多年了 即是我十多年出了家 但我自己都是近年开始看到 即是说有一些东西 是初初听 你都懂得说的 但那样东西你是知道自己知道 我只是在脂肪里面觉得是这样 但当你真的看到那样东西 原来真的是这样 那时候就完全不同 那这个我就觉得真的需要 你真的要长时间的练习 没错 长时间 因为我们要更新我们以前那些 各知的坏习惯 我习惯了这样看 但是如果我习惯了这样看 是不错的 那我要更新我对看东西的角度 层次 深度 继而在看同一样东西 我看到不同的东西 是 那最后呢 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学佛是否一定要出家呢 哈哈 因为都很多人这样问 其实当然了 就是学佛当然不一定要出家 但是学佛可以出家 哈哈哈哈 但是就 其实就 就是好像 我那时候问你 其实 你先做什么 你先想办 就是 你 我想学佛 其实就是我生活得舒服一点 又没有那么多压力 就是找一些佛法的道理 疏导一下 OK 就是正常 但是你学佛学到 很 对佛法有一份很深入的投入 你又很 觉得这件事是你想 正为你 即是有更深层次的正验和体会 那很可能你 出家生活又帮到你 是 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你说 我不是单止想学佛 让自己舒服一点 那么简单 我想帮忙 我真的要 我真的要出家来帮忙 去见到佛法衰落 或者 大家有这样的需要 而我 很觉得我自己的生命 想在这边 有些付出 或者有些承担 那你就可以了 其实没有什么一定的 就是你 你喜欢吃意粉 喜欢吃饭 不关人事 你乌冬 你自己选 那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世界 你和我也是 那没有人抓你 是的 不过我们自己觉得 我想在生命上面 做这件事 和去参与佛法 和去令到佛法 更多人受益 而继而去令到自己的生命 有一份更大的意义 那就是这样做 没什么所谓 好 非常多谢显涌法师 多谢客人 这三集 我觉得是 其实挺难得下的 我希望 接下来 每一次 不同的法师 都可以 将他们 合佛的因缘 和我们分享 好 没有一个既定准 即是一定要这样做 或者一定不要这样做 是 法无定法 是 多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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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 多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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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各位